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中,单杀是经常出现的画面,也是很多玩家非常追求的操作 不管是线上的单杀还是野区的单杀,都是绝对实力的证明 而在《王者荣耀》中,还有几个英雄单挑的时候是不能看血条的,否则极容易被眼睛蒙蔽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单挑不能看血量的四个英雄 第四,程咬金 程咬金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英雄了,这个英雄天生俱为了单代而生 四集后的程咬金可以说不去怕任何英雄了,一位一极其强势 因为这个英雄的大招回复血量真的是太恐怖了 在和程咬金单挑的时候,如果看到程咬金没血了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他回复的血量永远是你不能想象的 所以和他打千万不要去看血条 第三,吕布 这个英雄在四集以后真的是很强势,可以轻松地完成你打二的操作 因为这个英雄的真伤打人是非常疼,前期很少有英雄能扛得住 吕布和你单挑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看他的血量 因为他的二技能有一个非常厚的护盾,还有就是非常恐怖的回复能力 最主要他的伤害真的没法顾损 少吕布单挑往后阴沟里翻船的 第二,孙悟空 这个英雄在打野位置上也是非常的热门 因为猴子的一套连招输出真的是太强了,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还有就是猴子经常可以玩出非常极限的操作 猴子的一技能是这个英雄的精髓 如果是双方都残血的话,单挑的赢家一定是孙悟空 因为他的一技能可以完美格党掉你的伤害,进而完成反杀 第一,李白 李白这个英雄的操作难度是非常高的 操作好的李白真的可以说是行于流水不死的存在 因为这个英雄太灵活了,伤害也是和他的操作难度全正比的 非常恐怖 这个英雄天生就是为了秀而生的 即使这个英雄残血了,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追他 因为被杀的很可能是你 可以说李白就是为撕血反杀而生的 大家被这些英雄撕血反杀过吗 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